大家好,我是小妹 说话,我这里来干嘛的 今天没有什么事来找雨昕 叫她 因为她过年了嘛 不用去逛街买的东西 也像小时候一样 买一身新衣服啊,买两个棒棒棒啊 你以为还是小时候啊 那肯定了 我反正过年,我青年没钱 你买啥,我吃啥 我这个人很容易满足的 然后呢 10克糖给我9克就可以了 8克也得了 你你套我 我就不干 10克你要了9克,还是1克给我 那不好 虽然你是姐,我是妹 不带这样子玩的 那不应该 不带这样子玩的 那你给我买辣桃就够了 嗯,没有 我也没有青天 找到过年有啥子想法 因为我奈想回家了 不当然 因为现在,估计我们呢 你应该不知道今天会不会下雪 我感觉会下雪 因为这两天天天都这么冷了 哦,我们这里过几天还要冷 过几天还要冷 只有两三度了吧 就算,你等会不会下雪 等会不会下雪 因为现在过年了啦 我那些兄弟姊妹啊 那些叔叔伯伯啊 那些长辈的 该团聚下去团聚一下嘛 我们来谈个谈节啊 嗯,表姐表妹了 像我那种情况的话 我是最担心过天的 最怕过年 你不知道全部都聚在一起啊 我要的那种话题就是 像我们那样 找到朋友了没有啊 一年挣多少钱啊 然后现在做什么工作啊 或者说,问你 过得怎么样啊 都是,过年好像都是在攀比那种话题 我跟你说,在我们 那个大家庆里面 永远没有这种话题的 该聊天就聊天 只会问你 今年在外面过得怎么样 在哪里工作顺不顺利 只会问这些 不会说什么 你赚多少钱呢 你找男朋友没有这种话题的 永远不会出现这种话题 反正我记得 从小的时候我就怕 但是小时候就是 幸好成绩好了 成绩不好 那总是问 哎,今天考试得多少分啊 有没有得奖状啊 呃,干嘛干嘛 你看谁是谁 你拿了几个奖啊 然后又考了多少多少分啊 那种啊 然后就是 看你的分数给给红包的 真的 我们进行小时候 学习成绩还好 然后先把 过年反正那种话题 我不怎么喜欢 我们这边的风俗 可能是这样子 我们 别人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家那种 家庭范围哦 就是 或者是 唐伯伯啊那些啊 哇 就 住在一起 因为年三四的时候 不是要守夜吗 嗯 然后住在一起 然后就大家一起聊天啊 他们大人该干嘛就干嘛 我们 哈哈 我们该干嘛就干嘛 混得很 很分工明确 很清楚 然后我们该聊我们的 从来不会说 哎,你 你这位面今年赚了多少钱 啊什么什么的 所以啊,买房买车都没有 从来没有这个话 你只会问 长辈只会问你们 今年在外面怎么样 顺利吗 工作都还好吧 然后你回答 如果说说不好的话 哎,没事 过年了 不说这些话 然后就明年 努力加油 就是这样 然后从来不会说什么 那你们那边 氛围很好啊 对啊 所以我就是特别想回家 就是因为我已经有 好几年没回家过年了 五年没有回家过年了 我就是想 因为拜年跟过年是不同的 你看我堂哥堂姐 他们全部都是结婚的 对不对 然后你去拜年的话 他没有时间在家里面陪你的 他要给他的那些娘家人去拜年 要去他们那边玩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就很难聚到一起 我就想过年的时候呢 大年三四晚上都念 我们不是大家都在一起省眠吗 然后就聚在一起聊一下天啊 跟就是有时候心情不好的话 就是可以跟在那种氛围之内 就是你心情都会变得很多 哇 但是我可能我们我们这边 不知道可能是我们村啊 就是有这种情况的 你看谁谁谁的女儿 挣了多少钱回来啦 然后带男朋友回来 谁谁谁的儿子在外面 要干嘛干嘛啦 都不是这种话题的 过年我们这边少不了就是 那如果我老公不给我去的话 我们回去拜年你去不去 有红包的 我跟你说有红包的哦 有红包的吗 哇我跟你说只有 只有广东跟广西就是极乐分的 没有红包 你说像我们这么大老啊 回去因为我们还没有生小孩嘛 就是没有带小孩回去嘛 都是有红包的 那我要去 我老公也有红包呢 我跟你讲半个年就是红包 真的 那我也要去 你们那边的 我跟你说你们那边的密集很大的 好像红包也很大 我也要去 我妈他们回来拜年先 为什么要帮他们煮吃 要煮吃的 那肯定要照顾啊 对啊 要照顾他们就 好呀 看 我们 优位 谢谢观看